我們第一項傳接球的第三個步驟 就是我們在一個稍微把距離再拉開一點點 大概在15公尺左右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馬上到蓄力方向的側身 然後馬上重心移轉到後腳來 馬上的一個蓄力的感覺出手 就是我的目標在前面 我是側身面對它 然後我一個蓄力往後的時候 把自己的手進入發射位置 那這個手一樣我們不從下方繞 一定要從胸口打開 因為很多那一手動作接到 我們就馬上要傳出去 所以我們要馬上體會這個位置在哪裡 傳球 做這個位置然後傳球 我們來看一下球員的示範 當他後側的時候 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當然還是手拆開的位置 是不是從胸口 然後再來就是注意 他的這個目標手 目標手有沒有對準 這個他的傳球目標 然後他的這個左膝蓋 因為這左側的腰是不是過早開啟 他必須盡量的保持到最後才啟動旋轉 那如果過早開啟來 再次回來這樣 踩下去轉 在空中下去的時候 就轉開的時候 他就會把力量分散掉 要避免這樣的情形 因為這樣的話 球的旋轉可能就不是一個正確 來再一次 我們希望是這樣的方向 然後再轉身傳球 做到這樣的一個效果上 再電視一下 我不 acho 積用的 我們現在有機械 謝謝 開動